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王一博与陆军瞻三大卫视 确定录制小年夜 以购票粉丝面临两选择 对于年底要举办大型网会的平台来说 能够请到什么样的艺人就决定了自家平台的收视如何 在那于依旧看重流量的时代 没有流量 也要有实力 否则拿什么吸人眼球增加收视呢 在晚会表演 最多的就是舞蹈和唱歌了 那些可以制造车祸现场的艺人 尚有粉丝买单 而那些真正可以在舞台上给大家带来惊喜的艺人 自然会被平台争抢了 东方卫视跨年晚会上 王一博一支以自己新歌 像阳光那样 为背景乐的现代舞一出 寂静四座 现代舞者看过后 直接用天才来形容王一博 虽然有些抹去王一博努力的感觉在 但那也是对他的赞美 河南台的春晚 王一博将会表演舞蹈 双声 大家早已知晓 利用现代投影技术 先录制一段舞蹈 到时候王一博在现场与录制好的自己一同表演 一黑一白 名为双声 这种巧思也是足够引起网友们的关注了 靠着古风表演走红的河南台 加上回到河南本地的洛阳小伙的组合 又有如此绝妙的舞蹈 这波收视已经稳了 跨年已过 春晚已定 都不是在王一博的老东家芒果台那 芒果台自2019年之后就再也没受过这种委屈 从自家电视台走出来的顶流 如今过年连家都没法回了 这当然不行了 于是 这正是春晚前的小年夜春晚 就成了芒果台力邀王一博的舞台 毕竟是王一博曾经的老东家 又不曾与王一博其他舞台对撞 这点面子王一博自然是要给的 那就参加吧 而对于王一博参加芒果台小年夜的后果 就是已经够票的粉丝需要面临两个选择了 一个是补差价 毕竟曾经那点钱去看王一博属实是不现实 肯定要加钱 另一个就是直接退款 如果接受不了加钱 那就把机会让出来给其他人吧 有了王一博参加的芒果小年夜 还怕没有粉丝去吗 芒果自王一博参加后的重新定价 也是让王一博粉丝们感慨自家艺人的火热程度 毕竟什么都是假的 只有真金白银的体现才是真的 如果王一博是粉丝随随便便花点小钱就能够见到的 那还真要担心他的人气呢 王一博参加芒果的小年夜 对他自己而言也算是不忘本 自己红火之际依然记得老东家 毕竟当初的芒果对他也是相当不错的 自己回到芒果 都是自己认识的人 还能见到韩哥 而自己也能够给平台带来不错的收视 平台的票还能卖得贵一点 导演组合台里能够多点分润 上上下下都高兴 何乐而不为呢 东方跨年 河南春晚 芒果小年夜 临近过年总共就这么几个大型活动 王一博分三个电视台参加 真可以用与陆军章来形容了 毕竟乐华不管事 在资源上王一博吃百家饭 哪里都不得罪 到处打好关系 这样就很好了 现代舞 像阳光那样一看 双生已确定在期待中 就是不知道 在芒果台王一博会有什么表演呢 我先见到你会有什么表演 还记得了吗 在那边 对我说 你会有什么表演